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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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再记得 初相见 是场震撼 从此后 我心里 被你填满 光风中 暴雨里 星星相依 迎着风 迎着雨 笑容灿烂 奔向你让我们策马奔腾 奔向你让我们踏遍红尘 奔向你让我们倾尽相随 奔向你让我们挥洒 这场爱强烈到天崩地裂 这场爱坚持是轰轰烈烈 不管他人之间 几人能见 我和你共事中 此情不灭 也曾经 让你哭 陪你流泪 转眼间 你用爱 把我包围 为了你 我可以 放弃一切 为了你 走天涯 始终不灰 这场爱强烈到天崩地裂 这场爱坚持是轰轰烈烈 不管他人之间 几人能见 我和你共事中 此情不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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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下来不说了 我以后作哑巴 你说什么 以后要当哑巴 朕跟你打赌 你一定做不到 不出半炷香的时间啊 你就会跟朕大声小声了 朕承认打了你几下 也打得重了一点 那都是你的错啊 哪有像你这样没规没举的格格 打了就算了嘛 还在这跟正怄气 不吃药不擦药不吃东西 你想气死你饿死你自己吗 你以为你气死了饿死了朕就会心痛吗 告诉你闻都没用 你饿死了朕乐得清静 那你就让我饿死吧 你管我吃不吃药的做事吗 你让我造死造成生 你不是说你要当哑巴吗 香都还没点燃呢 你去开口说话了 朕赢了 小燕子 小燕子 朕想跟你说几句悄悄话 朕承认是不该当中打你 让你面子跟李子都挂不住 也让你身体跟心灵都受到伤害 但是你也让朕太生气了 气得朕不得不打你 现在朕也承认 你不吃药 不擦药 不吃东西 朕很伤心 也很担心 你就把你这个臭脾气收起来 好好地吃药 朕想听到你大呼小叫的声音 想看到你生龙活虎的样子 你就乖乖听话好吗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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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皇阿玛了啊 不是 朕从进门到现在 还是第一次听到你喊皇阿玛 想说什么呢 还想跟皇阿玛吵架吗 还是想说说自己的委屈 说吧 朕听着了 我以为 我以为皇阿玛 你再也不疼我了 打你是疼你 不是不疼你 打在儿身也痛在朕心啊 那傻孩子 你怎么就不懂呢 更何况骨肉之情是天性啊 哪有那么容易就失去我 怎么了 怎么在发抖啊 你冷吗 这对薛太医来了 那个紫荆活血丹是救命粮药 怎么能不吃呢 那棉花点蛇丹怎么能不吃呢 你看看 身体烫成这样了 退烧药怎么能不吃呢 啊 我懂了 我吃药 我一定好好吃药 我再也不敢不听话了 可是 可 可是 可是什么 是吧 我安慰 总有一天 我会让你说 总有一天 你一定会砍了我脑袋的 朕这次啊 真的把你吓坏了是不是啊 朕又不是暴君 怎么会一天到晚砍人脑袋呢 你为什么总是担心朕会砍你脑袋呢 放心吧 朕不会的 你的脑袋啊 还是长得挺牢的 可是 可是 可 可是我 又可是什么 那些鬼子 我还是学不会 过两天 我又会爱她了 是不能要求你太多 这宫里的规矩 学不会也就算了吧 把心情放宽一点 正要你啊 快快好起来 知道吗 不 想要你的身命 想要我吗 好了好了 快趴着啊 别把伤口弄疼了 一会儿明月彩霞给你送粥跟药来 不许不吃 知道吗 这是圣旨 知道吗 是 要是 借我阿满 你休息 养伤 朕走了 你啊 妈妈 四大崽子 是 是唐燕 朱之山 徐真卿 和文正明 杜甫和李白 都是唐朝诗人 杜甫是爱国诗人 李白是诗仙 我阿哥 谢天谢地你来了 昨天听尔泰说 想一次挨打了 我一夜都没睡着 皇上 不是很喜欢小燕子的吗 他不是心存仁厚吗 他不是最欣赏小燕子 那种无拘无束的个性吗 为什么会打他 打了是不是代表皇上 就不喜欢他呢 那小燕子会不会有危险 现在情况怎么样呢 你先不要急 皇上跟其他人 也没有什么两样 都是妄子成龙 妄女成凤 他管教小燕子 应该是爱 而不是不爱 尔康说得对 但也不对 什么对有不对的 皇阿玛是我爹 我太了解他了 小燕子完全不明白 半君如半虎这句话 皇阿玛这一生 从来没有人敢顶撞他 敢跟他说一个不字 他已经过过了这样的生活 他的话就是圣旨 是不可违背的 小燕子 后几次犯错 皇阿玛觉得心弦 还可以忍下去 次数多了 他就受不了了 我阿玛分析得对极了 想想功力 无论是那位娘娘 还是阿玛 格格 对皇上不是千亿百顺 想尽法子讨好 皇上能容忍小燕子到今天 已经很不容易了 何况他还有敌人 这些敌人在皇上面前 叽叽咕咕一下 皇上的面子也挂不住啊 不管也得管 这么说 小燕子根本就是有危险吗 他本来就渣渣呼呼 不知道天高地厚 他的脾气还硬得很 绝对不会 上一次当就学一次乖 过几天 他又会原形毕露 这一次是挨打 那下一次 岂不是要砍头了吗 温阿哥 尔泰 你们两个常常在宫里 要保护好他才是啊 你以为我不想保护他吗 但是 这内宫之中 还是有礼法的呀 虽然是兄妹 也甚大女有别啊 我和尔泰 去淑黄斋的次数太多了 同样 会引起议论和是非的呀 福晋 您上次说 可以把我打扮成丫头 混进宫去 您冒险带我进去吧 好不好 本来 我以为小燕子 这两天就可以混出宫来 可是 她现在受伤了 肯定出不来 我真的好想见见她呀 这 这不太好吧 混进宫不是那么容易的 再说 完祝哥哥刚挨了打 现在宫里也是人心惶惶的 那怎么办呀 我知道 你现在多么想见她 我也知道 她现在最想见的就是你 所以 我今天匆匆赶来 去身上跟你要一个药方 小燕子 现在伤得很重 我想来想去 只有你这个药方 对她最有意 我知道 这个药方就是我 你不是药方 你是那天药 我阿哥知道你进不了工 只希望你开个药方 所以 你可以给小燕子写信吗 可是 她不认得几个字啊 她上次不是也写信给你的吗 可不是吗 我都急糊涂了 我去画画 我阿哥 你等我一下 画上吉祥 管建民 你匆匆忙忙的要去哪儿啊 听说 黄朱格格伤得很严重 痛得无法睡觉 在我们调猎殿国 可以用冰敷的方法止痛消肿 我正要去御膳房 看看有没有冰块 要冰块 御膳房有个冰窖 冬天的冰块都藏在那儿 什么冰敷热敷 只要有效就给她试试吧 但是千万不要越弄越糟啊 臣知道 臣这就去 等会儿 你还是带着御膳房的长寿一起去吧 这长寿虽然是个老怪物 治病 却是个高手 这冰敷这没听过 还是带着她比较可靠 谢皇上 臣立刻就去 哎呀 你别骂我 我的裤子还没穿好呢 那你急啥呀 不开意 救人如救火 我可着急啊 你急 你有我上茅房去吗 真是的 我蹲在茅房里 你居然把我拉出来 反正你蹲在茅房 根本不是在办茅房的事 你是在想要点哪 那不如 救亡人再回头继续蹲 继续想啊 良人 我蹲在茅房里干什么 你都知道 当然了 我都认识你几年了 忍不了几年了 你不会是偷偷地蹲在那儿 看我上茅房 然后 把我画下来吧 我就被你猜透了 就是这样 画画就该画生活 你把那张画 还给我好不好 要还你啊 那行 你就赶快帮我去预膳房 弄冰块 再好好地开几天药 治疗缓住哥哥的内伤外伤 治好了 我就还你啊 哎呦 有你这样威胁人去谈病的 走啊 走啊走啊 走啊 裤子 我的裤子 来来来来 快点 好 好 好 我把这儿子都受潮了 哦 还有这个豆子 要经常拿出去晒 你 这叫什么急 你急什么你 呦 唐太医 来御膳房又有什么指教啊 还是又有什么新的发明 要让我来实验啊 听你这个话 好像又是哪道菜醋放多了 怎么酸溜溜的 我到你这儿来 借个水 洗手 我刚出毛房出的 什么 什么 牛 哎呦 还借个水 哎 我说你是不是写要点写出毛病来了 我这是什么地方你特别来洗个手 我这是御膳房 你要是把皇上阿哥娘娘们的食物给弄脏了 我看你怎么办 哎我说你是不是来找茬的啊 谁来找茬 不是 你这是来找茬的 是特地向庄师傅您取冰块的 皇上说你这儿要冰窖是吧 是啊 冰窖是有啊 不过没有特取是不许随便取冰的 哎呦 我看你庄师傅 是在这个御膳房时间呆长了 哎 这个这个这个 容了 你们听他说是皇上 皇上要给各个治病用的 好了 你少给我打款长快口 我弄点冰块了 要要要多少 多大块 多大 需要敲碎后像像通过那种大小的 这大概需要两手袋 行了 知道了 等着吧 来了 这就是你们要的冰块 这样装一大盆怎么冰窟啊 有没有什么袋子可以用啊 哎呀 没有了没有了 要拿冰块就这么拿去吧 还什么冰窟热敷的 庄师傅 你那个架子上面像带这样的东西 可以给我两个吗 哎 不行啊 这是羊肚囊 是给皇上做菜用的 怎么能随便给你呢 哎 哎 哎呀 哎呀 你个死老头子 我不跟你还抢啊 你什么一个死老头子 你你 你说我 糟老头子 你七品我七品啊 你居然敢是这样叫我 你这个大笨猪 是吗 你叫我这个大笨猪 你个死老头子 你个糟老子 你怎么办 别弄个冰袋这么困难啊 陈太医 来来 陈太医 放 先给陈太医 还给我们羊主党啊 对不起啊 我师父 这是要救人的 我给你冰箱给走 你还我羊主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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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我 你走 你走 不好意思 先走了 来 陈太医 你站住 你跑了 站住 你这糟老头子 你还我羊主党 你还我羊主党 你还我羊主党啊 我羊主党啊 你还我羊主党啊 你怎么放我 你这个先是放 先是放了 吃他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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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好谢了吗 药都吃了 可是还是很痛 我这儿有两个冰袋 是临时做的 这个开口会落水 所以用纸塞着 用绳着绑着 要让开口的地方炒上 水才不会流出来 把冰袋放在树上的地方 可以消肿止痛 不过要赶快用 要不然冰化了就没用了 真的吗 这是我们养方法有用的很 你快去啊快快去 明月 凯霞 冰袋 斑化石送来的 说是放到屁股上就不疼了 羊快 这个不是羊肚囊吗 这个放在屁股上就不痛了吗 羊肚囊不就是羊胃吗 是 好像就是 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羊胃可以止痛 这种平凡我不要识 斑化石特意送来 说是要快用 冰化了就没用了 哥哥 没关系 试试看 如果没用 咱们再拿开就好了 是 好飞啊 不过好像真的有用啊 好像舒服多了 不要一直冰着啊 要随时拿起来一下 太冷会冻伤皮肤的 小燕子 我进来帮忙好不好啊 好 你不要进来 如果进来的话 我永远都不理你了 好好好 我不进来 可是那个病带要翻着用啊 不要紧压在伤口上 要轻轻的 你越采杀你们会不会啊 这个 我从来都没有用 好 啊 好痛 你以后要不要理我 先治好你再说 这杨人治哥哥 杨卫冰屁股 这要是传出江湖了 跟萧燕子还怎么混 哥哥 你放心 帮哥哥冰屁股的事情 我绝对不会说出去 我相信 你好奇怪啊 老师说什么 怕你死 怕你死 以前去如鱼馆脱话的时候 你也这么说 你放心好了 我根本就是一只 九条命的怪猫 我哪有那么容易死啊 我现在吃块痛死了 哥哥 我保证一句杨文 我保证我发誓的意思 不是什么 怕你死 当然我也有一点点 怕你死了 要不然 我不会去帮你抢杨肚囊啊 你不要小看这杨肚囊 是我好不容易才拿到的 还发生了一件 洋人抢洋味 欲医打欲除的故事 这个故事等你好了之后 我再跟你说 班舅 你这是我的好哥们 哥哥 你笑了 文化师你真厉害 这是哥哥受伤以来呀 第一次笑呢 有了紫薇的信 我外比长大医的 梅花点射单还有用 不知道小燕子 现在怎么样了 有没有吃过药 那时候昨晚深更半夜 王上去了书房斋 是吗 听谁说的 你怎么没告诉我 王上的一举一动 谁不注意 听小路子说的 我去那儿干嘛 不好不好 小燕子刚挨过他 他的心机一定很不好 现在花马去了 他们两个一定会吵起来的 我们得赶快去看看 好 撕拈材子 这些冰块已经换了 撕拈材子 我 尔泰 罗二哥 罗二爷的迹象 罗二爷的迹象 来来来 这人 你们赶紧去御膳房 再弄一些冰块过来 那个庄师傅很难弄 你们四大才子 要发挥一些功力 才能要到冰块 如果可以再抢 他几个洋渡囊 就多装几袋冰块 知道吗 好 知道知道 你交给咱们吧 咱们是四大才子 一定会弄到的 是不是小冲子 是呀 当然是呀 好 走啊 快快快快 快去 什么洋渡囊 什么冰蛋 洋渡囊 洋味 随定怎么称呼它 是特效药 消肿止痛用的 诶 那这是那个 冠仪长寿的秘方吗 那只是我们洋人的 小秘方而已啊 是吴阿克和尔泰来了吗 是 四大才子去弄冰块去了 我去给他们沏茶去 吴阿哥 小燕子 你还好吧 我来给你送药方了 帮你药道病除啊 恐怕 比班真明那个洋味马味 还管用呢 你给我送药方来了 我现在好多了 不行 你现在还不能下床 说不可以 要好话累死了 你不是应该好好 在床上躺着吗 你怎么起来了 什么躺着呀 我现在只能趴着 我趴得都快断气了 听说 黄阿玛昨夜来了 怎么样 他有没有再骂你啊 还好还好了 就是逼我吃药 小吵也吵了 小骂也骂了 不过 黄阿玛说了 我可以不用再学规矩了 这么说 黄阿玛原谅你了 不是他原谅我 是我和他和好了 好大的口气啊 你还是很痛是不是 我为你准备的 九度化鱼膏 治疗外伤 又很奇特的效果 是腹瘤疏 从苗疆带过的淋药 是由九种虫子制造而成 神奇的不得了 你有没有用过啊 用了用了 这个膏那个膏 全部都用了 不过啊 都没有班杰明的 那个洋味管用 没那么神奇了 冰敷只能暂时止痛啊 真药治疗 还是要吃药啊 乌阿哥 你的那个药方给我 我去御药房 帮哥哥抓药啊 这个药 御药房抓不到 是一封信 慢着 先别着急 那我出去帮你们看门啊 班杰明 你和我们知道的一样多 你还回避什么 谁给我写信啊 是不是紫薇啊 快给我看 紫薇说 你看完之后 一定要烧掉 不能留着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会小心的 快给我看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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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薇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她根本就不清楚状况 我怎么样才能让她明白呢 她还在生我的气 你们骗我 你们还说她原谅我了 她根本就没有原谅我 她还在生我的气 她骂我 她要我永远去夺哥哥 这怎么可能呢 我会骗死的 不行 不行 怎么办 你慢一点 你身上有伤 你自己不知道吗 不在床上躺着 你也不能坐 这椅子硬得不得了 你快看一下 有没有出血啊 哥哥 快让我看看 你们不要怪我屁股了 怎么都快骂死我了 你们还要心情研究我屁股 我爱打也是活该的 我痛死也是活该的 谁让我怪不起紫薇嘛 好好好 咱们不研究 你就站着吧 你为什么这么激动 写里写了什么 你看懂了吗 我怎么没看懂 他写得清清楚楚的 我念给你们听 他说 小燕子 你这个骗子 你这个混蛋 现在自作自受了吧 被关在笼子里 飞也飞不出来 逃也逃不掉 还被打得乱七八糟的 你害我伤心 现在老天爷要帮我惩罚你 这都是你的报应 你想再出宫 再和我一起笑 一起玩 连是做梦 门都没有 你想做哥哥 你就去做好了 我让你做一辈子的哥哥 我再也不理你了 我走了 再见 庄师傅 庄师傅 我们要碎冰块 庄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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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 咱们哥哥要用碎冰块 又要碎冰块 还要几个洋肚囊 又要洋肚囊 好吧好吧 碎冰块 你们自己到冰箱里去取 至于洋肚囊 已经被你们抢走两个了 谁也不去再碰 快快快 去去去去 奇怪 怎么突然碎冰块 和洋肚囊这么热门啊 快走快走快 庄师傅 庄师傅 看见没有火候不够 啊 庄师傅 这鸡真香啊 你看我真饿着呢 我先吃一口 我妈妈 你妈妈吃一个阿哥 娘娘的口径也吃了 我也是 我也是 是 鼻子 有什么 你别死了 我不是 我不是 晚睡晚晚睡 晚上吉祥 晚会吉祥 娘娘吉祥 颗色吉祥 现在开支香 宁静康 晚睡晚睡晚晚睡 怎么你的解释 跟子薇说的完全不一样了 自不认得 话总应该看得懂吧 谁说她是这个意思了 小燕子 你误会了 子薇她才不会写这些呢 你们看 你们看 她就是在骂我吗 好 我帮你再重新翻译一遍 她说 小燕子 我知道你现在很痛苦 昏在皇宫 就像坐在监牢里一样 我好关心你 可是 我却没有办法陪你进去 我又听说你爱了她 我急得一直掉眼泪 小燕子 你一定要忍耐 千万不要再重新 相信 我们两个很快就会再见面 等到见面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我还是和以前一样喜欢你 至于格格 你既然已经当了 就只好继续当下去 高高兴幸运当下去 无论走到哪里 我都会笑着祝福 她是这个意思吗 真的吗 一点也不错 就是这个意思 母亲 你问班杰明 她是独话专家 我看到了一封充满了感情的信 没办法用中文解释 用洋文来说 就是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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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用洋文解释啊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封充满了爱的信 我阿哥的翻译 一点也没错 子力说 我爱你 子力说 I love you 子力说 I love you 子力说I love you 子力说I love you 子力说I love me 子力说 小油来了 小油来了 花帅机像 花帅机像 娘娘 wreak 这这机像 只能再次向您请安 换水 换水 换换水 换上迹象 换回迹象 凉凉迹象 隔色迹象 只能再次向您请安 换水 换水 换换水 小燕子已经好多了 前两天还下不了床 这两天已经在床上待不住了 他这人也真是奇怪 发生了一大堆意外 让人替他捏了把冷汗 他自己却又本领逢凶化吉 这次虽然挨了打 却也因祸得福 怎么因祸得福 皇上不要他学规矩了 说是要维持还朱格格的 本来面目 所有的规矩一概都免了 还特别跟宫里宣布 说还朱格格得到特许 不必三跪九寇 也免除了一切 繁文辱节的礼仪 真的 那对小燕子来说 真是太大的好事了 你不知道 小燕子她受不了 一点点的拘束 可见皇上心里 还是有点在乎她的 是不是 不是有点在乎她 我看是有很多点在乎她 听令妃娘娘说 皇后气得鼻子都没有 跟皇上渐来渐去的 可皇上却执意要护着小燕子 皇上 她有一颗宽大的心是不是 她一定是一个很好的阿玛 在我的心里 她一定是又威严又热情 她是不是恩威病重啊 你还是常常想着任爹的事 对吧 自从我娘去世以后 这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事 几乎是唯一的事 是 我常常想 天天想 几乎随时都想 我常幻想着皇上的样子 把你们告诉我 她如何带小燕子的情况 画上一幅画 有时 就会沉满在这幅画里 呆呆地做起梦来 有时我会想 如果当初 不是小燕子混进围场里 而是我混进去 皇上 会怎样会怎样对我 会不会像喜欢小燕子那样喜欢我 有时想着想着 有时就会想得心痛起来 别太难过了 命运还有别的安排也说不定 我总觉得 你的故事不会就这样结束 自从我认识你跟小燕子 我才知道人生是这么多姿多彩 随时充满了意外 怎样才能经过 怎样才能见到小燕子 虽然你现在还不能进过 但是你可以跟我出去 去拜访我的另外一个秘密基地 你怎么会找到这么多的山山水水 这么多不同的风景呢 这个地方藏在山谷中 我给它取了一个名字 叫悠悠谷 我已经给你去过花海 去过翠湖 去过新旷桃园 现在又来到了悠悠谷 你还有秘密基地吗 哼 没有了 我所有的秘密基地 你都倒过来了 我会跟你跪下 自为 上次在新旷桃园 我的话说了一半 就被你打断了 但是 我必须要把我的决心告诉你 请你听我说好不好 我不敢呀 我早就知道 你的地位和身份 一定会取一个金枝玉叶 我也说过 我没有奢望 为你留下 就是情不自禁 事实上 这些日子 你带我去拜访你的秘密基地 我真的很快乐 但是 我想了很多 有些话 一直在我心里盘旋了很久 不敢说出口 什么话 你尽管说 请你放过我吧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想来想去 我们之间没有未来 一个没有未来的相遇 是一个永久的折磨 快乐是短暂的 风苦是长久的 我们结束吧 怎么会没有未来 紫薇 我要告诉你的就是 我们有一条艰难的路要走 我希望你在各种恶劣的情形下 都不要退缩 紫薇 请你相信我 我的心有如日月 你一定要相信我 现在 皇上并没有指什么人给我 我左思右想 唯一的一条路 就是在止婚之前 找个机会对皇上谈来 跟她讲 我爱上了一个民间女子 请她成全 她怎么会成全呢 她一定会生气的 千万千万不能说 你何以见得她不会成全呢 如果她生气 我就问她 还记得大兵洪叛的夏雨河吗 你不要吓我 你把我弄的情况一乱了 我已经为了小燕子乐身无主了 你还说这些遗向天开的话 你把我弄得心惊胆战 你不能这么做 皇上就是皇上 他可以做的 你不可以做 况且 他也从来没有去过夏雨河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没想到 会伤害到你 我不提这个了 只要你知道我的心就好 怎么突然跟我保持距离近 不是 是你提到我娘 我想起我娘 那中间对我说的一句话 他最后说完这句话 就闭目而视 是什么 他说 子卫 答应你 不要做第二个夏雨河 他是你 他说的 我看他这么说的 都是你 我看他死了 他不是他死了 可以发生的 好 好 你这个好 我看他死了 今天脸色好多了 伤处还痛吗 痛 痛痛痛痛 我头也痛 心也痛 我也痛 我到处都在痛呢 怎么会到处都痛呢 是不是生病了 有没有传太医啊 就是生病了呀 我快要死掉了 太医都治不好我了 那是什么症状呢 你们让我出去见子温一面吧 求求你们 让我出去 我跟你们磕头 只要见到子温 我什么病都会好的